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看中国的电视剧 看中国电视剧 对的确我自己看的比较少 我因为电视剧总的来说就看的少 但是我比较爱看的电视是脱口秀 美国的脱口秀 但是的确有很多在美国住的华人 比如说他又不是在那儿时间很久 他可能看美国的电视还是有点障碍 他就租到家里来看很多 然后的确你会到 有的时候你去中餐馆 会听到那些华人在那儿说 或者是一个聚会里边 发现这些人怎么都看的 还是大陆的电视剧 你看反倒是我在中国吧 我喜欢看美剧这家伙 但是我现在看电视剧越来越多 和年事见高 主要是带状炮截有关系 去年冬天又有点小病 所以我各种活动都泄绝了 我每天看电视的时间都在两三个小时至少 主要是电视剧 主要是新闻和电视剧 各占一部分 但咱一般有的文化人觉得像您这样的这些大知识分子 看电视剧挺俗气的 说这是普通市民 他主要是能休息 你看电视剧 看完就忘 一边看一边忘 所以我有时候 不是因为 不是您还是真是照点一集一集看 还是买租一堆袋子 不是不是 我是就是在这个电视里面看 但是我不死去白脸的看 看着看着 我觉着他没劲了 我回头就走 然后过一会儿 回头就走 又没别的可干 就又回来了 他说他最近看了得有十部之多 中国的这个热播电视剧 电视剧 我最近我看的十部都不止 我随便记着的 而且他都有共同性的 我想给你们二位报告一下 报告一下 铁梨花 将军 刀锋1937 决战南京 借枪 旗袍 风雨 风声传奇 风声传奇 赶死队 第一 都是类似的谍战片 就是打入敌人内部 第二呢 他都有三股 至少是三股 或四股势力 一个呢 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先锋 打到敌人那边去了 一个是国民党军统 而且国民党没别人 就是军统 专任军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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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一眼筋统的 一百步里边军统都是他 然后是日本侵略军的 然后是汪伟的 汪伟有的呢 是和 完全就听日本侵略军的 有的呢 就是这个和日本侵略军吧 也中间闹点矛盾 有时候当然了 也有他的 人物有内心矛盾 也有各种各样的矛盾 都是这个题材 而且都是啊 一上来你看着 就一看预告 你就吓一跳 不是枪对着太阳穴 不是对着你的太阳穴 就是对着我的太阳穴 还有呢 就是这个主要的英雄人物 就是我党派出去的 这个谍报人员 还同时被三四个美女所爱 既被我党的美女所爱 也被贵党 或者另外一个党的 国军的美女所爱 甚至于还有一个日本女的爱党 而且是不是这些我党的 也都是帅哥 而且我党绝不中美人计 绝不中美人计 他都妥善处理 妥善处理 什么叫妥善处理 就是脚踩摆平 你不得摆平啊 另外你还不 还不随便的 不犯错误 不犯错误 不犯生活错误 不犯风际上的错误 对作风错误 都是国民党军统那边 我以为是抓公民不误 出身上的 国民党的军统那边的 也有抗日的 你像戒枪里头啊 里边这个共产党的英雄啊 到了关键时刻 还都是找国民党帮的忙 这也挺乐的 但是国民党的谍报人员的 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 容易中美人计 第二个特点 见前眼开 第三个特点 只要一抓着 一见那些刑举 立马判变 这样就怂了 立马判变 这倒是通人性 共产党呢 这个派出去的 那是 杀不怕杀 砍不怕砍 折磨不怕折磨 哎呀 美人不怕美人 美人 美人 美人一脚踢开 我天啊 是不是 真 可这个本来我看的 后来我还爱看这个了 为什么她紧张 甭管她真的假的 我也知道她是假的 但是她紧张 另外呢 这个我太太就说 说管她什么电视剧呢 你看演员 如果这里的有美女 有帅哥 有老演员 有名演员 有大腕 有大腕 你就看 但是我们特别怕一个 我不知道 包括美国电影 我特别怕小孩进去掺和 怎么意思 不是 这俩人正搞着对象吧 这小孩帮着他们促成 或者帮着他们 给他们拉开 美国好多电视 也有这种小孩 对对对 就这俩人正在 就这层汤纸 一般是由这小孩 对了 或者由他捅破 对了 或者在关键时刻 这小孩掺和我就老觉得 最好是儿童不宜 对吧 对 所以我听出来 这就是一个套活 一套活了成了 他把很多元素不同 你知道他说这事 最近正是聊热聊这个 说广电总局那儿透出风来了 比如说司打明柱暂时喊停 不要再翻拍 你知道像这个事很多网友还赞成 就是你这么就有的时候就觉得怎么咱一弄什么都是不是一个 就是一堆 就是一堆 而且就像你说的 其实我慢慢听明白了 就是说吸引观众这是一种招 但是你比如说其实我觉得它实质上就是什么 凶杀暴力加阴谋 根风我觉得真的挺中国特色的 翻拍倒不是翻拍 比如说我在美国看过很多这种名著翻拍的 比如说我很早我记得差不多有20年前 那时候我还在美国刚上学的时候就看到过 比如穿西装的莎士比亚剧 你想他就挪到现代了吗 然后那台词也都变得更就是现代人能听懂了 然后这个比如说有些像什么罗米欧朱丽叶 他也拍成有的拍成电影的有床戏什么 这也是毁育参半吧 他出来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观众挑刺觉得不好 有一些就觉得这个吸引年轻人 所以我觉得像您说的这个有意思当时 我跟你讲 你觉得现在出现 咱讲讲就说新的时尚是什么叫穿越剧 你听听了吗 穿越就玩这个什么叫穿越古今穿越 其实当年有个电影叫古今大战秦永晴 什么张艺谋跟巩俐弄的那个 就从那个地方 但是发展到了一个极端 就是你要说有理性的人也会说 说这个荒诞不堪 可是老实讲收视率还极高 极高后来他们发现也有规律 就比如帅哥靓女穿着衣服拍的还挺漂亮 就是基本还是这基本元素都有 你就讲这翻拍 我问你这种现象你怎么理解 有的现在这个收视率非常高的 翻拍韩剧 翻拍到了什么程度 他就可以没有任何创作了 对 场景一模一样 对白一模一样 甚至连有的角色的名字都不改了 都不改了 就这种直接的克隆 换上中国演员 就跟知名韩剧 一模一样 但是就这样 观众就买账收视率很火 你该怎么说 这几年的现象 比如咱们有最早的一句说 还算是大陆的第一个什么青春偶像剧 就那将爱情进行到底 那当时也票房很好 然后名声也不错 可是后来就被说 这也是翻拍 翻拍一个日本 就牧村拓宅演的 牧村拓宅 叫爱情告白书 好像 完了后来一对说情节都一样 也是什么济南是三男两女 是两男三女 然后后来说这类剧 基本上改动就改 小到比如东京就变成北京了 或者上海 然后北海道变成哈尔滨了 比如什么吃生鱼片 咱们就涮羊肉了 然后这名字 可能也就是牧村拓宅 咱们就改成丽亚棚了 我不是说就那一个句 你说中国现在很有意思 就是说中国的观众 他就爱盗版 但是大家他爱山寨 听了这个了 他接受这个东西 还赞 这个电视剧啊 整个说起来 它倾向于通俗 大众 而且你得耗时间 你必须时间耗得很长 就适合像我前一段的这种情况 养病在家 您这个晚上 你说我又不能说吃晚饭 因为我吃晚饭也早 说我六点半就吃晚饭了 我七点半就睡觉了 那我夜两点我起来闹腾也不行 所以就要看一段电视剧 怎么着也看到九点半十点的我再睡 这就比较好办 所以我在那个80年我去美国 那时候中国还没什么电视剧 北京那么一两个电视台 美国人就告诉我 说美国人有一个说法 说是这个电视剧啊 是白痴写的 白痴演的 白痴看的 有些人呢当初啊 不是白痴 看多了也就变成白痴了 我呢现在我就体会到这个了 为什么我说我 你说我看我确实就是为了休息 另外我也很尊重这些演员的劳动 另外导演呢 包括什么布景啊 你不说那旗袍 那旗袍那个跟日本怎么斗啊 我没有兴趣 他那穿那旗袍 那个演员的 他条又好 叫罗海琼 王老我得给你介绍介绍 你什么时候请到这个 请到你这三人行来 把张老师换点 马上让我那一趟 你看他穿的旗袍真漂亮 发现他有这个 你看他多种审美 有多种乐趣 是在这里 没错 一说的旗袍 这还中国话很厉害 我刚才想有一个什么 就是说他有一个必然性翻拍 尤其是翻拍韩国和日本 因为这两国家又是亚洲文化 跟咱们这儿有文化有同质性 对吧 又一个呢 在这个现代化改变 现代化的这个发展当中 正好走在咱们前边 等于从这种新的电视剧的品种 咱们刚起步 你知道当年就拍第一 渴望的时候也有原型 他们这些室内剧怎么传的 也是看了好多 比如墨西哥的呀 什么台湾的 怎么有什么 怎么设这个苦情戏 然后这些家庭两个脚子怎么打 这都是这么学来的 他有变 然后到了现在呢 你不能再拍那个了吧 那就得帅哥靓女 然后这个整个这个排场客厅 比如说都市的白领 生活方式确实是越来越接近 你不能说他这个克隆就是说我们完全就没招 确实生活方式越来越接近了 你要到自己完全再独创出来 我看这个时间还真的是有点 而且我就觉得吧 这个人的这个心里啊 有一种捏脚现象 就是就是这些怎么叫心灵捏脚呢 你比方举个例子啊 我现在有一个这个这个这个歌手 叫李健啊 他的这个歌啊 我就老放在车里听 听了好多遍 他的这个歌呢 你可以叫做就是一种美丽的哀愁 但是呢 哎呀你沉浸的一种稍微有点忧伤 但是又很美的一个调调理 我可以一遍一遍的放开车的时候啊 心灵是一个捏脚就按摩 我就发现有些家庭妇女啊 也是这样 他就完全是套活 哎 只要帅哥靓女有点误解 哎呀最后你不理解我 你冤枉我了 最后大家哎呀同意重归于好 哎呦眼泪一次次的可以流下来 对他来讲确实 就是不管你不管他怎么俗 他实际上他是符合多数人的 那个那个价值取向的 比如说韩剧里头吧 他还是提倡 就是对长上要尊重 因为对对爱情吧 要忠贞 你不要老弄个什么第三者 第四者小三小四的 你别你别弄那个 你玩那个没玩不出什么好结果 来哎这个还是符合大多数人的家庭伦理 这个一般排在黄金党 他的确针对的是这种主流观众 而且以中老年观众为主 我觉得你看那是青年的那个是他在那个时候 他不在电视机前面 比如他在网吧呢 或者他在外的 但是那就是说这种这个心灵捏脚现象 我就是说必须也有一点成年人可以可能没有问题 但就像王老师刚才说的 就是这个发傻的这种现象 这是国际科学界研究证实的 比如说孩子 每天看电视的时间 建议不要超过三个小时 因为这是有科学证据 你要老是这么 因为他是被动的 而且是不费脑子的 这样明显超过三个小时的孩子明显表现出迟钝 反应变慢 这美国是严重问题 在大量被讨论 就是这个时间 使得美国的现在教育制度在衰落 尤其是你出到精英大学 那他还是领先的 但是中小学的就因为看电视过多 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论 建议多看我们这种节目 越看越聪明 看这个三年轻 广告之后见 另外我觉得王老师还有一点 这个还挺重要的 就说这些一大堆的这种凶杀暴力 实际上是抗战的剧当中 它都有个日本因素 对了 是吗 对 那抗日的时间 那可不是这个对象 就是我稍微觉得 因为你对这个你也不应该太认真 因为你要是说真正根据这个了解 比如说中日关系史 那您就上当了 是不是 现在跟日本的关系 从总体来说也还是不错的 可是推多了 有时候让人觉得 就是气氛上差一点 因为他一打开咱们这电视剧 不是这枪 就是上刑 要不就是拿烙天的 往身上烙 您这东西看多了 我老觉得对这个儿童不宜 您刚才说的 我只看过那个风声 那电影 这看完了真是做噩梦 就各种刑剧 然后就是考验你的 真是考验你的神经 您说他这个 比如说 比如说好比20个 好比省级卫视 每天晚上 大家相似的时间都在说 小日本 小日本 这个也会形成一个总体的 我完全理解 他这描写的是抗日战争期间 描写中国的被侵略的这一方 老百姓对侵略的强盗们的这种仇恨 仇恨呢 但是呢就是在 就是推积中了 我又觉得 小日本呢 不是一个最理想的说法 你宁可说日本强盗 都不要说小日本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小日本什么意思呢 我知道中国人骂小日本 是认为他们是倭寇 认为他个矮 对 可是呢 个矮不应该是一个民族的弱点 而且呢 而且现在有一统计 就是中小学生 中小学生 日本人的个儿已经超过咱们了 这是事实 对 这个饮食经历 我当年去 就八十年代的时候 我去美国当学 上学的时候 经常被美国人误认为是日本人 当时我很纳闷 我说你怎么会觉得我是 很多人都先问你 猜你 就说你日本人 因为我个高 后来我才明白 这是因为去那儿的日本人留学生 普遍个子还不矮 对 对对 他们印象 而且他感觉好像因为你什么吃得好 包括什么健身什么 这都跟你的个子有关系 林奥运我听爱卿爱卿老说过 就是那个中日战争已经开始了以后 那时候他还在法国 他说有一次在街上走 就碰到一个法国人很傲慢的 就是说 就知道他是中国人 说你这个小小气怒 你这个小支那 小支那 你小支那还在法国干什么 你回去 这个战争说 当时听了有非常地反感 我现在听着我也反感 你可以对中国的文化有各种批评 你可以对中国的体制有很多批评 但是不一定要说人家小不小 像当年西方人一说中国人就是猪 你这样的 因为你要是从个儿的大小上来说 你中国人不是欧洲人的个儿 当然咱们挑摇不明能挑出来 那你中国他是十几亿人 全面都几亿人 你挑两米二的也能挑出来 而且我还说这个 我说 我到处说这个 1949年以后的孩子的平均身高 比1949年以前的高 他还是他吃着饱了 但是中国人我觉得有一个给别人起玩号 的确容易从生理特征出发 对 比如说红毛鬼子 大鼻子 他真的不是针对倭寇 外国人比如说英文里边讲中国人的时候 他那个歧视性真不是从外政 他就叫比如Chinaman 说起来也没什么呀 就是中国老啊 但是他不是不那么强调 比如我还知道很多比如对意大利人叫什么 对什么又爱尔兰人叫什么 好像都很少有这种直指你的生理上 让我鄙视的地方 这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这么重视 咱们当年抗战的时候 是不是确实会骂这个日本鬼子是小日本 不那时候这老百姓 老百姓 老百姓里头早就 这个倭寇可是不止抗战 那这早就 可能他们原来的这个身材方面 确实 不过我去日本的时候 就是日本的朋友好友好人士 他们说过这种话说日本人呢 很羡慕中国的女性的身材 觉得比日本女性有个统一身材吗 不是他日本人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叫 Sterotype 就是这可能是夸张的就是叫萝卜腿 这个我说 所以他也许他指的是这个 是不是跟穿这个木质有关系啊 还是什么 对了 反正有点有点关系 对 这个咱们竟说这个电视剧的负面的东西了 我说一句正面的东西 就1987年我去英国的时候吧 跟几个英国作家谈 有一个电视剧的作家 他很认真 而且他是左翼 他说他为什么要写电视剧 就是要为这个劳动人民说话 就要把英国的这个劳动人民的这些苦处表现出来 当然咱们这也不是说都是我说的那种 也有现在正在播的那个中央一台那个东方吧 您看的真多 里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是写毛泽东在建国初期到苏联去 和斯大林的那些磕磕碰碰 那这个有吸引力 而且他很认真 他不敢随便瞎说 他都有那个解密的 这个他可不像写抗日 写抗日您爱怎么随便而生 没错 编都没完 你写国民党那个那些军统你也随便编 可是那个跟苏联那个剧剧都有 重大历史依据 咱们的电视剧工作委员会 王老可以兼任一下会长 整天在家里看电视剧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